就是很像屁孩 後來我就會回捏他 捏他 他會就 挨挨角的地方 譬如說 捏他 走路不對 比較好捏的點啊 這個胸上會有兩個比較好捏的點 很快就捏得到 他就會 啊啊啊啊 就會笑這樣 這是屬於我們的情緒啦 Ella情人節 海久老公幸福一下 戒絕同安痛 心願孩子靈魂安息 那你今天情人節會怎麼過 喔 我跟你講 今天哇 今天先跟大家過了一個上午嘛對不對 下午後 上班 繼續上班 我要去拍MV 大這白色情人節有夠忙 下午出席完西發金帶煙活動 接著還要趕場去宜蘭拍MV 晚上回家還有你幾個老公嘿嘿嘿嗎 那晚上溫姐是不是有計畫要 你們很希望我有嗎 對啊 好好好 我來邀他一下 想說 大家那麼在乎我那方面的那個幸福問題 我一定要滿足你們 今晚我一定要跟他幸福一下 欸 這樣頻率的話大概是 頻率大概是幾秒鐘的震動 什麼東西啊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愛關心我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這種東西隨心 好不好 不要設定 你一旦有了那個設定 比如說 欸 禮拜幾要幹嘛 或是一週幹嘛幹嘛 這樣會有壓力 順其自然嘛 有時候這種感覺來了 就不要抗拒 誰的感覺比較容易來 呵呵呵呵呵 你硬起 你有沒有這種問題 你說誰的興趣比較高 對啊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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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差不多啦 都有啦 都有啦 至少還好我們都還有興趣 謝謝大家 這不關心我 你有見到小搖火嗎 我都會在手機裡面見到 他好可愛喔 他那個笑容燦爛 他癢的真的有夠好的 他現在才半歲 就要穿到快一歲的衣服 我覺得沒有什麼 too too much的事情 欸 網友們不要這樣子 每一個人的階段 速度都不一樣 只是剛好 他真的就是吸收的特別好 營養特別好 我兒子也是啊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子拿來做比較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 這麼的很有壓力的 或者是說要去judge一些什麼的 我們可以更客觀的去看待 然後去理解每一個人的不同 霸氣相挺好姐妹Selina 和她的寶貝兒子小妖果 Ella也身為人母 被聞到近期令人髮指的保姆月桶案 其實我不敢認真一直看 我一直不敢看 因為那孩子才這麼小 你去回想 敬寶小時候這個時候的年紀 他是最可愛的那個 啊 然後我其實有時候都不敢細看那個內容 那個會受不了 其實那個看得很心痛 而且那個孩子這麼小 我真的覺得 這個孩子的離世啊 被社會大眾現在拿出來 檢視 希望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 面對這個問題 不要讓這樣的憾事再發生 希望這個孩子的靈魂可以安息 晚上好好洗頭哦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個 美好的白色情人節哦 除了我之外 你們應該也會過吧